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今天咱们再讲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66年前 在湖北汉阳县的汉阳衣中 发生了一桩震惊中共国和世界的大冤案 史称汉阳事件 震惊到什么程度呢 1957年 路透社援引北京党媒的消息 刊发了一篇题为《万名中国人观看三人被处决》的报道 这么说的 9月7日 三名在六月汉阳学生暴乱中的领导人 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处决 其他领导人则被判处5到15年的有期徒刑 几十名学生被勒令退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闹到要杀人呢 我们主笔林辉教授让山哥给大家讲讲 开讲前还提醒您点赞订阅支持我们啊 谢了 书归正本 汉阳事件又被人称为小匈牙利事件 年轻的看官可能不太清楚匈牙利事件 咱们呢 就简单介绍几句 也算是交代一下汉阳事件的国际背景 话说 1953年3月5号 黄娥他爹斯大林撬了 赫鲁晓夫继位 1956年初 老赫做出了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称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 进而呢 他掀起了揭发批判老斯的运动 老大哥自己开辟斯大林 这事呢 引起了东欧一众小帝国的变化 其中以匈牙利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诉求 最为激烈 到1956年10月 匈牙利爆发了要求改变共党领导 并且摆脱老大哥控制的抗议游行 这之后 苏联在黄俄的支持下 出兵匈牙利血腥镇压 造成了两万多人死亡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虽然这个匈牙利知识分子的抗议运动 给镇压下去了 但是呢 也让远隔万里的老毛和共党心中很害怕 因为此时毛在篡政后完全摔碎了 自己给中国人民画的自由民主的大饼 强力推行残酷愚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政策 很快呢 就引起了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不满 为了匈牙利事件不在中国上演 老毛他下决心要消灭不满情绪 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哈 他并不想解决问题 只想把提问题的人解决掉 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改变 他知道自己执政的最大威胁来自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 所以他第一个就是想让他们彻底消声 据说呢 老毛每天在中南海坐马桶上出降的时候 早就把三国演义里的整人全眸嚼得是透透的 所以他在精心策划之后 1957年春天先后发表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还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开始以引蛇出动的方式 又使众多知识分子大鸣大放 他呢还给他的毒蛇计划打了上光蜡 美其名曰帮助共产党整风 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哈 不少天真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就信以为真了 开始公开批评共党 因为在刚刚过去没几年的老蒋时代 他们也是批评没遮拦的哈 而且蒋总也没把他们怎么地呀 所以来到57年这个时候 震聋发聩的言论就包括 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 形势非常严重 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 局势已是一触即发 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 该下台了 他们要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 还尖锐地指出 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请共产党下台 一党执政有害处 各个民主党派都有首脑人物向共党提出 既然是共同执政 共党拟有自己的武装部队 那么我们民主党派也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部队等等 各位看官 您听听 这还了得吗 按现在严防死守的管控力度 上边他哪句话都够杀头了吧 显然 那么早的时候 中国人就认识到了共党一党专政的害处 老毛和共党当然容不下这些危及他政权的言论呢 到了6月8号老毛他不装了 共党他发出了毛起草的组织力量 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宣称这是一场大战 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不打胜这一意 社会主义是见不成地 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自此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在毛共看来 运动的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 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 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共党的官方数据显示 反右运动到1958年5月结束 结果是 划定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划定的右派分子有3178,470人 列为中右的是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万多 高等院校教职工右派分子3万多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万多 在运动之中 非正常死亡4,117人 共党到现在都是玩这套臭词 其实就是给打死了 什么叫非正常死亡啊 你怎么不非正常死亡啊 好 背景说完了 在上述背景之下 湖北汉阳县汉阳一中 今天汉阳县已经变成了武汉市菜店区 但是汉阳一中还在 当时汉阳一中的校方也响应毛共的号召 允许师生提出不同意见 1999年1月15号的南方周末 对汉阳冤案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 咱们下边说说啊 根据上级指示 汉阳一中于1957年6月上旬召开了学代会 学生们可以向学校领导和学校工作提意见 时任副校长王建国 受校长韩建勋委托 做了题为 大家动手勤俭办校的报告 之后学生代表 一共提出了340多条意见 当时参加会议的县委文教部的张副部长 还有道国会的韩县长都说会议开得不错 然而就在学代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6月12日青年化学教师李岁在初三四班上课的时候 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提到了4月5日教师报刊登的 有关升学形势紧张的一篇文章 文章说 今年20个初中毕业生中间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 1957年校赶专区下达的招生计划 汉阳县当年应为初中毕业生1001名 计划招收一个50人的高中班 升学率只有5% 这么低的升学率啊 这瞬间让学生们都不淡定了 拼了三年 95%的人都要走人 要失学了吗 所以还没等下课 他们就去找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 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 因为呢 这俩回答不一致 学生们就认为校领导这是在骗他们 就抄抄着要去县教育局查看文件 韩建勋 王建国等人百般劝阻 却没能奏效 午饭之后 一名初三的学生敲响了集合中 全校9个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涌向了操场 随即冲出校园前往县教育局 沿途有的学生还在大街的墙上写了一些要求升学的标语 根据当年人日的披露 学生们贴的140张标语中包括 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等内容 够猛吧 反观当下 被共党洗脑多年的学生中还有几个为了争权力 有这样的胆气和血性呢 包括已经成年的大学生 情绪爆棚的初中生们冲到了县人委会 就是文革之前的县政府之后 学生代表要求见县长 但是县长不在 教育局和其他办公室也都没人冲动的学生 没有找到相关文件就开始扔办公用品 在墙上图写要求公布升学比例之类的标语 还到邮电局给二中三中的学生打电话请求声援 但是电话没通 不久当学生得知县长他在共党的县委会呢 又一窝蜂的就涌向了县委 县里的官员得知学生前来的原因 谁都不敢直面学生 所以呢 把县委大门紧锁上了 愤怒的学生们一看官老爷想当缩头乌龟就更怒了 一二三连番冲击之下大门被撞开了 学生们涌进大院 遇到前来阻挡还批评他们的兵议局长 团县委的一名干部 他们就把老爷们围在中间理论 第二天 汉阳一中又有数百名学生 不顾副校长王建国的阻拦列队上街 王建国呢 没办法 只得布置两名副教导主任 在校照管上课的学生和教师 自己则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队伍一边走 一边做劝阻工作 学生队伍再次来到县人委会 这回见到了县长韩茂林 就向他提出了扩大招生比例的要求 和缩小城乡招生的差别要求 韩茂林解释说 县里没有权利解决这个问题 学生们不服就拉扯着县长 带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 拉扯之中 有两名马仔为了保护县长和学生发生了冲突 还被学生给捆了 学生们压着这两个人经过共党县委门前的时候 被党干们给拦截下来了 几名学生还被扣留了 王建国副校长为了防止事态扩大 赶过来请共党县委放出被扣的学生 可是马仔们坚持不放 在干部和闹市的学生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共党他调来了几百工人驱散了学生 冲突之中 党干工人和学生都有人被打 眼看这事情闹大了 有些学生也害怕了 就陆续的离开了县里 还有的学生被家长拉回了家 事态就逐渐的平息了 大家看吧 学生因为不满极低的招生比例 要求提高 这过分吗 即便放到今天 一山哥 别说学生怒了 连家长都会上街 憾心如苦供孩子三年 结果一百个学生 九十五个没得升学 您是家长不炸锅吗 虽然孩子们行动有点猛 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共党官老爷你没责任吗 退一步说 就事论事 你们这些成人 如果本着教育的态度 本着为他们未来人生负责的态度 指出他们的问题 甚至就算给点小小的惩罚 想来学生们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正好这个时候 政治风向变了 共党县官们也知晓了高层 要从欢迎民众提意见 180度转为打击提意见者了 于是6月13号的晚上 汉阳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不仅不响应学生的质疑 反而将学生的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够吓人的吧 多大点事啊 这和8964 共党将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 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啊 是吧 好 后边还有更吓人的内容 可抱歉 今天咱是讲不完了啊 各位看官您订阅我们了吗 可别错过小铃铛提醒啊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